闪灵 美国故事大王斯蒂芬金的代表作 美国有很多作家 堪称是文学大师 但也许只有斯蒂芬金一个人 堪称是故事大王 金这个姓本来就是大王的意思 而金的名副其实 也可以用数据来证明 斯蒂芬金的写作生涯 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在这半个世纪当中 他出版了六十多部长篇小说 十多部短篇小说集 还有五本非虚构作品 最为惊人的是 他的作品竟然被改编成了五十多部电影 而且其中不乏经典之作 比如说肖申克的旧书 绿里奇迹 魔女嘉丽 小丑惊魂 还有今天要说的闪灵 要知道 很多优秀小说家 终其一生都不一定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那电影改编本身 虽然不能衡量作家的艺术成就 却很能说明作品的大众影响力 一般我们会认为 迎合大众趣味了 就要放弃一部分艺术追求 但是到了斯蒂芬金那个层次 商业成功和艺术成就 竟然会殊途同归 如果说优秀的小说必须反映现实 那么金的作品则构成了美国的现实本身 它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美国的方法 好几代美国人都是通过金的滤镜 来观察和理解当代美国社会的恐惧与欲望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斯蒂芬金在2003年以一届通俗小说家身份 荣获美国严肃文学界的至高奖项 国家图书奖的终身成就奖 也是合情合理的 今天要说的《闪灵》是斯蒂芬金最著名 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 由天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改编的同名电影 连年稳作影史恐怖片的第一的位置 2018年《闪灵》电影版由于文化、历史和美学的重要性 入选了美国的国宝 由国会图书馆永久珍藏 具体来说呢 就是把电影的胶片拷贝送到深山里的地下仓库 哪怕有一天啊 外面的世界由于诸如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的原因天翻地覆了 也要让这些电影流传下去 但有趣的是金本人却很讨厌电影版《闪灵》 因为他严重歪曲了自己的原著 听到这儿啊 你心里也许会浮现这样一连串问题 《闪灵》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恐怖故事真的有那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吗 小说版和电影版究竟有哪些不同 为什么原著作者如此讨厌这些改变呢 我的解读会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结合小说情节 我的解读呢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谈鬼 谈谈鬼的工作原理 第二部分我们来说说人 分析一下为什么人可以比鬼更可怕 而第三部分我会为你对比一下原著和电影的不同 这个不同啊 说到底就是故事含鬼量方面的不同取舍 就是对鬼和人 谁更应该为罪行承担责任的不同解释 那孰优孰劣呢 我会给出我的结论 相信听完以后你也会有你自己的想法 好我们先说故事 闪灵是斯蒂芬金出版的第三部小说 前两部小说的背景都是他家乡缅因州的小镇 到了第三本他想换个环境 就在厨房里啊摊开了美国地图 随手一指发现指的是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 那是个旅游圣地 有壮丽的洛基山脉风景 金和妻子赶到那儿 住进了一家名叫斯坦利的旅馆 旅馆很大 但是很老 墙上挂满了镶着精致近况的肖像 那金和妻子抵达的时候呢 旅游记已经接近尾声了 没有别的客人 单调的唱片音乐 在空旷的大厅和迂回的走廊里回到 这种奇特而肃杀的氛围 刺激了金的想象力 当晚他做了噩梦 梦醒以后 闪灵故事已经成型 闪灵故事发生的舞台 其实就是斯坦利旅馆 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 改成了远望旅馆 注意啊 远望 Overlook 这个词在英语里面 也可以表示忽视的意思 远望的对象 自然是旅馆外的风景 那么忽视的对象是什么呢 也不难想到 忽视的一定是旅馆内的秘密 远望旅馆1910年开门迎客 到小说故事发生的70年代末 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 迎来送往那么多的人 自然留下了无数的故事和秘密 其中不发很可怕的篇章 比如上一任冬季开门人 格雷迪的故事 冬季大雪封山啊 旅馆不营业 但是呢 还得安排一个人看门 谁知道这个格雷迪 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发了疯 用斧子砍死了自己一双儿女 然后自杀了 单单这件事 就足以把远望旅馆 定性为不祥的鬼屋了 而闪灵的故事主角 正是新一任的冬季开门人 他叫杰克托兰斯 是一个作家 杰克这个人啊 写作没写出什么名堂 却染上了作家常见的毛病 酗酒 有一次他喝醉酒 打断了三岁儿子丹尼的手臂 只是因为丹尼弄乱了他的稿纸 杰克悔恨不已 后来就戒了酒 到今天已经有十九个月了 可是戒酒之后 他还是会情绪失控 因为殴打学生丢了教书的工作 他来当旅馆看门人 一来是为了钱 二来也是为了能有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 而为了避免过于寂寞 杰克还带上了他的妻子 Wendy和此时五岁的儿子丹尼 听到这儿你恐怕会想 这旅馆经理心也真大 就不怕这一任看守重蹈覆辙吗 旅馆经理的理由是 杰克是一个文化人 不像上一任是一个大老粗 应该不至于无聊到发疯的 故事的最大悬念 一开头就已经埋下了 杰克到底会不会让悲剧重演呢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九月末 杰克 Wendy和丹尼一家三口 在闭馆日当天来到了远望旅馆 旅馆大厨是一个名叫 迪克哈洛伦的老黑人 临走前带他们在馆内熟悉环境 迪克发现 这个五岁的丹尼可以不动嘴巴 直接和他在心里交流 迪克自己也有这种心灵感应的超能力 就悄悄在心里告诉丹尼 这种能力就是闪灵 闪灵这个词 shining 英语的本意呢 是闪耀 而翻译成闪灵就完美的兼顾了 因和意 翻得非常有灵性啊 不过闪灵的功能 并不仅仅是像脑中的无线对讲机一样 让两个人隔空交流 他还可以感知过去和未来 但是不一定准确 迪克用闪灵赌码就不能一直赢 而丹尼的闪灵子强大很多 会幻化成一个名叫托尼的男孩 在父母眼里呢 托尼是儿子看不见的小伙伴 丹尼眼中的托尼和自己长得很像 只是年长几岁 仿佛来自于未来 经常用一种类似托梦的方式 向丹尼发出预告 比如这一回 丹尼早就知道 父亲会得到看门人的工作 还预感到远望旅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因为他明白这份工作对父亲很重要 在旅馆里的最初几周 杰克一家过得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现在整个豪华旅馆只属于他们了 杰克其实也没什么活要干 只需要每天给地下室供暖的锅炉降压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寂寞就开始涌现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怪事 比如说杀过虫的黄蜂窝里 突然飞出来很多黄蜂 把丹尼遮得遍体鳞上 又比如 窗外修建成各种动物形状的灌木 好像一直在变换姿势 还有 遍体好像总是自动上上下下 而走廊里呢似乎能听到喧哗声 但是只闻人声 不见人影 这些怪事基本是属于鬼屋故事的标配啊 将没有生命的东西赋予生命 在没有人的地方想象出人 其实是人地狱孤独的心理机制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 孤独比鬼还要可怕 人们情愿半真半假的相信有鬼 以此避免直面无尽的空虚 不过远望旅馆还真是有鬼的 第一个真正现行的是217房女鬼 生前她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富婆 带着简直能做她孙子的小情人住进来 引人侧目 可后来呢 那个小伙开着富婆的保时捷跑了 富婆随后用酒服下了大量的暗眠药 躺在浴缸里自杀了 她的尸体被秘密运出旅馆 然而她的怨灵却赖在浴缸里不走 时常把人吓个半死 丹妮凭着自己的闪铃 早就知道217房不对劲 黑人大厨也告诫她 别去哪 可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毕竟是好奇难耐 更何况在封闭的环境里非常无聊 丹妮偷偷拿来钥匙 最后还是进了217房 险些被女鬼掐死 丹妮虽然得以全身而退 但是脖子上却留下了触目惊心的指引 母亲温迪一度以为又是杰克家宝孩子了 为此和杰克大吵一架 丹妮只好说出实情 大人当然不信啊 但是杰克还是去217房走了一趟 她隔着玉莲看到女鬼的侧影 连忙退了出来 却对妻子温迪说 一切正常 在这咱们先暂停一下啊 简单聊聊艺术作品当中鬼的工作原理 鬼和吃人的野兽不同 因为鬼具有社会性 鬼的本质是不容于世俗伦常的人 可以说217房的富婆在还没有自杀的时候 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变成遭到社会排斥的女鬼了 鬼之所以吓人 外形引起的生理不适只是表面因素 而深层因素是鬼所代表的欲望 对于社会伦理的僭越 这里我想给你介绍一个概念啊 哥特小说 哥特字面意思是日尔曼 日尔曼人灭了西罗马帝国 所以被视为是野蛮和异端 不过哥特建筑也好 还是哥特小说也好 其实并不限于日尔曼人 哥特小说的要素通常是阴森的古堡和隐居的怪物 而怪物之所以隐居 往往涉及某种布伦之脸 这样看来217房的女鬼是一个挺典型的哥特式女鬼 而金之所以安排她作为闪灵里第一个现行的鬼 与其说是有意继承和致敬哥特小说 不如说是哥特小说早就在无意识中划定了西方人想象鬼怪的框架 就像是今天咱们中国人如果要编一个鬼故事 潜移默化的就会受到辽斋的影响 我们还是回来说说这个哥特小说啊 哥特小说它产生于欧洲封建制解体 资产阶级兴起的那个阶段 它永远是向后看的 也就是对于逝去的贵族带有一种强烈乃至病态的怀旧 生死界限在哥特小说里面绝不能轻易跨越 强求的结果往往是卡在一种不生不死的尴尬状态里面 比如说著名的吸血鬼 作为对比 聊斋虽然不反封建 但是向往情爱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 那是往前看的 举一个小例子啊 聊斋里面狐妖之类的女鬼总是有机会修炼成人 甚至成仙的 而吸血鬼呢 就没有这种上升通道 永远只能背负着不见天日的诅咒 二妖七房女鬼 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变相的吸血鬼 因为她对于逝去的青春有一种病态的执念 今天的读者大概不觉得她很可怕 毕竟她连五岁小孩也恰不死嘛 她能登台亮相啊 主要还是靠了文学史赋予的咖位 要我说啊 真正可怕的不是她这个鬼 而是杰克明明看见鬼 却撒谎说一切正常 下一部分就要说说 为什么人比鬼更可怕 好 我们回到故事 现在我们聚焦于父亲杰克 话说有一天啊 杰克在地下室发现了一罗罗的陈年档案 那是旅馆过去的登记簿和账本 杰克翻开一看 历年的客人名单真是名流汇翠啊 其中包括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 好莱坞巨星克拉克盖博 甚至美国第29届总统沃伦哈丁 杰克还找到了一个白色皮革封面的简报本 以免图文并茂的记录了旅馆的种种往事 里面说啊 战后一个名叫赫拉斯德温特的神秘符号 据说是靠着走私和赌博发的财 他买下旅馆投巨资翻新 将他变成名流帝来打卡的胜帝 后来呢 旅馆又挤一起手 落入了一个与德温特有牵连的黑帮手中 1966年 黑帮大牢和他的一众保镖 竟然在旅馆总统套房里惨造屠杀 杰克就这样贪婪的阅读着 早就已经忘记时间了 简报本是谁做的呢 咱们不妨认为就是渔馆里的鬼做的 故意让杰克发现目的是拉拢他 杰克是作家呀 这种资料对他的诱惑不言而喻啊 他很快决定据此写一本书 从此每天就长时间待在地下室里面 但是这个简报本在杰克心中种下的真正欲望 其实还不是写书 而是跻身照片里的那个美国上流社会 可以说简报本对远望旅馆和杰克都赋予了更为普遍的意义 那就是远望旅馆成了整个美国的缩影 而杰克则成了美国严肃文学里最常出现的那种悲剧角色 被虚幻的美国梦引向毁灭的奋斗者 这个奋斗者是打引号的 因为他们奋斗的方式总是不择手段 杰克去217房看到女鬼之后 谎称一切正常 不是因为胆小 而是因为他不想离开远望旅馆 他甚至弄坏了雪橇和广播 断绝了旅馆和外界的联系 也就是说不仅他自己不走 还要把妻儿也困在这里 作为某种祭品献给这座旅馆 这就是恐怖故事版的为事业牺牲家庭 而敏感的丹尼 他很清楚父亲在撒谎 丹尼开始频繁地做噩梦 梦中托尼反复地对他说一个词 红色郎姆酒 丹尼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直到某次丹尼梦见一面镜子 镜中有一座罩在玻璃罩里面的钟 钟面没有指针和数字 只有一个日期 十二月二日 而玻璃表面隐隐映出了红色郎姆酒这个词 经过双重反射 原来他是倒着血的谋杀 这个梦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丹尼醒来 连忙用闪铃 向千里之外的黑人大楚迪克紧急求救 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啊 丹尼的闪铃能力有多强大 迪克感应到消息 连忙从迈阿米搭飞机往远望旅馆干 那么此刻的父亲杰克在干嘛呢 他走进旅馆的舞厅 那里本应该是空无一人的 但是这个时候却热闹非凡 因为上流社会的男女 扮着年代久远的老曲子跳舞 仿佛穿越到了从前 旅馆里本没有酒啊 可是现在每个人都在喝 借酒多时的杰克再也把持不住了 让酒宝也给自己倒上马蹄尼 杰克带着酒劲色眯眯的和一位美女跳了支舞 跳完才发现 那美女竟是当年旅馆的老板 德文特的老婆 这个女人甚至邀请杰克去他的房间里去玩 此时有一个英国口音的人请杰克喝杯酒 杰克回头一看 第九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前任格雷迪 对 就是那个发疯 砍死自己两个女儿的格雷迪 杰克跟他打招呼 说你不是那个看门人吗 格雷迪彬彬有礼的回答 你才是看门人先生 你一直都是看门人 这是一句很奇怪的话 但是杰克却没有反驳 格雷迪接着告诉杰克 你的儿子不乖 要带一个外人 一个黑鬼来破坏旅馆 你有责任纠正儿子 正如当年我纠正了两个女儿 就是这段话 引爆了小说一开头就埋下的泪 杰克终于要重蹈格雷迪的覆辙了 在讲述杰克追杀丹尼的情节之前 我想再拆解一下这段话 因为它是全书最诡异 也最耐人寻味的部分 前面说过 远望旅馆象征美国本身 那么格雷迪的话里面 有很明显的排外和种族歧视的意思 但是请注意 格雷迪不仅要求杰克杀掉赶来救援的老黑人 还要求杰克纠正 也就是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丹尼 实际上这种种族歧视 只是怂恿杰克的一个表面借口而已 不管格雷迪是真的鬼魂 还是杰克发疯以后的幻想 杰克心里明显都是对亲生儿子起了杀意的 这到底是什么仇 什么恨呢 杰克的杀心其实是源于妒忌 妒忌儿子有闪灵 而他没有 杰克是一个失败的作家 他缺乏灵气 不够敏锐 前面当杰克走进群鬼现身的舞厅 非但不害怕 反而心里窃喜 为什么 因为终于能体验到 类似儿子的超自然感应了 而后面的情节里面 杰克还会亲口对丹尼狂吼 旅馆要的是我 而不是你 可见 无限放大的妒忌 把父子变成了竞争对手 而我们也可以从预言的角度 来理解一下这种父子竞争啊 前面说过 哥特小说总是带有病胎的怀旧 杰克要杀儿子 也可以视为阴寻守旧的父辈 扼杀有创造力的新一代 痴迷过去的代价 往往就是扼杀未来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丹尼是如何与疯狂的杰克周旋的 这里全书戏份并不多的母亲 温迪挺身而出 当温迪发现杰克再次丧失理智 并且威胁到儿子的安全的时候 他就毫不犹豫地拿起剑刀与杰克搏斗 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他刺中了杰克 但是杰克似乎得到了旅馆邪能的加持 没被捅死 继续追杀丹尼 而此时黑人大厨迪克 几经周折 终于赶到了 却遭到杰克偷袭 一照面就被打晕在地 所以最后 丹尼还是得独自地面对疯狂的父亲 托尼在梦中曾经告诫丹尼 你要记住杰克忘记的事情 现在丹尼终于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原来杰克忙着追杀儿子 忘了每天要给锅炉房减压 丹尼故意把杰克往楼上引 退至绝路时才提醒杰克 午夜将至 锅炉快要爆炸了 杰克连忙往地下驶看 刚进门正好赶上锅炉爆炸 小莱挺讽刺的啊 不管杰克费了多少心思 终究没能尽到看门人最本分的职责 整个远望旅馆就这样毁于爆炸和大火 尔丹尼 温迪和迪克 在旅馆被大火吞噬前 闲闲逃了出来 故事到这儿就基本结束了 回看之下 你或许会发现小说里闹鬼的部分 基本上是标准化套路化的操作 就像是汉堡包和薯条一样 虽然永远不会过时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你会发现 鬼从头到尾没杀过人 杀人的是人 是本该充当家庭保护者角色的父亲 而这才是闪灵 真正独创和恐怖的地方 什么是最强烈的恐怖 这类我想说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一个概念 叫做怪不 奇怪的怪 恐怖的不 这个词有的时候会在中文里面 也直接被翻译成恐怖 比如说著名的恐怖古理论 就是说机器人在最像人类的时候 会突然变得引发强烈反感和恐怖 那这个恐怖古的恐怖 其实就是怪不 陌生人和陌生的环境 会让我们本能的感到警惕和恐惧 但是更恐怖的是 一个很熟悉的人或者场景 突然变得陌生 恐怖的程度就是对现实感冲击的程度 而怪不得前后反差 对我们的现实感的冲击尤其剧烈 闪灵里面的杰克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机制 而比远望旅馆里 诸如217房女鬼之类的恶鬼 可怕得多 实际上 杰克此前的醉酒家暴 多多少少就是后面他谋杀妻儿的预表 而杰克努力借酒19个月 说明他还是爱着孩子和家庭的 只是没想到会碰到鬼 鬼会凭空给他变出酒来 这就涉及闪灵的一个根本问题 旅馆里的鬼 有多少是外部的客观的存在 有多少是杰克内心阴暗欲望的幻化 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造成了电影版闪灵 和原著的极大不同 电影版闪灵的导演 斯坦利·库布里克 是影史罕见的天才 据说他为了找到适合改编的故事 会买很多小说 读了几页觉得不好 就把小说直接挣到墙上 有一天秘书发现 很久都没有书撞墙的声音了 就推门进去一看 发现 库布里克正在读的那本小说 正是闪灵 几年之后 闪灵电影版闻事 从此几乎是坐稳了影史第一恐怖片的宝座 闪灵的恐怖不是那种让你捂着眼睛 不敢看的一惊一乍 或者是残暴血腥 但是却会让你看完以后 越想越不对劲 越想越心里发凉 库布里克的改编 加强了故事的视觉呈现 比如说 他加入了格雷迪被杀掉的那一双小女儿 他们静静地站在迷宫般的旅馆走廊尽头 已经变成了一个经典的形象 又比如 库布里克让温迪无意间发现 杰克厚厚地打字稿上 竟然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谚语 只工作不玩耍 聪明的杰克也变傻 一下子就暴露了 杰克已经彻底疯了 而且这种疯狂 明显是工作的巨大压力造成的 是谁在逼杰克工作呢 其实就是杰克自己的美国梦啊 再比如 库布里克搭建的远望旅馆 故意让房间布局相互矛盾 这在现实里面是不可能存在的 也就难怪让观众总觉得不对劲了 库布里克还进一步拔高了闪铃的格局 他把远望旅馆设定为 建立在印第安人的坟场上 这样就强化了 旅馆是美国缩影这个目的 还有文明光线的表面之下 总有可怕的罪恶这个中心思想 那电影版的结局呢 旅馆并没有被一把大火烧掉了事 而被冻死在旅馆外的杰克 则诡异地出现在了旅馆 1921年全员合影的老照片里 身着逝者的燕尾服 对着镜头微笑 以上种种可以说是对闪铃的故事 做了不少巧妙的优化 但是库布里克的改编 整体上也是淡化了故事里面 鬼的成分 照他的说法 这是一家人在封闭环境中 一起慢慢发疯的故事 那所谓鬼 大多是心魔 是人本身的恶念和幻觉 为什么金对此大为不满呢 因为闪铃里面的杰克 有金自传的成分 金也曾经染上过酗酒的恶习 但他倒是没打过孩子啊 但他坦然承认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心里也是有过暴力的念头的 如果淡化了鬼的存在 也就淡化了鬼的责任 等于杰克是要为恶行负 更大的责任的 而杰克既然被金视作 是自己的分身 终究是不愿意杰克 看上去太坏的 其实闪铃原文里面 就有这样的句子啊 怪物是真实的 他们就住在我们心里 有时候他们会赢 可以说金和库布里克的理解 本质上还是相通的 让我们再借用一次 前面怪部的概念 电影改变 不就是原著的怪部版吗 金看电影版的感觉 大约就像是看着一个 和自己孩子眉眼很像 但是气质却大不相同的人 所以显得格外的讨厌 有趣的是 远望旅馆的原型 名字就叫做斯坦利旅馆 而斯坦利呢 恰好就是后来 闪铃的导演 库布里克的名字 不知道这一点 冥冥中神奇的巧合 能不能稍稍平息 原著粉和电影粉之间 旷日持久的争论战 好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到这了 总结一下 闪铃是美国故事大王 斯蒂芬金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它是一个鬼屋形的恐怖故事 以克罗拉多州冬季 与世隔绝的远望旅馆 为舞台展开 小说前半部分 为读者奉上了 标准化的恐吓套餐 但是后半部分 把恐怖的重心 从鬼转为了人 让故事有了 更普遍的现实意义 远望旅馆是美国的缩影 而杰克是追逐虚幻的 美国梦走向企图的奋斗者 这个奋斗者是打引号的 杰克不惜毁掉家庭来成就事业 最后只能走向自我毁灭 闪铃电影版虽然淡化了鬼的存在 但是强化了人毁于内心欲望的主题 最后我还想再说说闪铃这种超能力 17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 帕斯卡尔曾经说 人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办法一个人安分地待在房间里 随着年龄增长 我越发体会这句的犀利 所谓的孤独其实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 因为独处时 你内心的回忆 悔恨 欲望 还有恐惧 只会更加强烈地涌现出来 小说中 丹尼是依靠着闪铃幻化出来的托尼 对抗孤独和危险 现实中呢 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拥有闪铃 方法就是阅读小说 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就像托尼一样 会用他们的智慧 经验和勇气 来陪伴和指引我们 帮我们对抗孤独和疯狂 远离淡忘与罪恶 优优独和疯狂